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拿这些钱干嘛去花 第一个问题以后再说 咱们今天说后一个问题 有钱以后应该怎么办 咱们的财政有了很大的起色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启蒙了 那今天呢 世纪大讲堂和阿易为大家请来了 资中云先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 请看资先生的短片介绍 资中云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 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 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1951年毕业后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 访问过亚非欧拉美多国 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成为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并担任了美国研究所所长 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 资中云仍继续著述 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 撰有大量随笔杂文 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今年81岁的他 更是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 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 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下面坐着的小妹妹 很茫然的思考一个问题 就将来我60多岁70多岁的时候 能不能像孙奶奶这样 长得这么有风度 你们是在想这个问题吗 你看你看真的点头了 刚才看短篇介绍 里面说您是先考上了燕京大学 然后转到了清华外源系 据我所知您是第一年其实就要考清华是吧 没考上 您这样的信息还披露给大家 没什么了不起 那时候考大学特别清华那么难考 没考上也没什么太丢脸 那就是当时委屈了自己上了燕大 因为我第一选择就是清华 我特别喜欢清华的图书馆 那些图书馆真是好的 真好 然后我就一直这么想 另外清华是国立大学 那个时候国立大学总是比教会大学 比私立大学好像高一点 至少省点钱 高一点还省点钱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是吧 其实燕京也不错 但是特别是外文系燕京当然也是很好的 但是我就是一心一意想考 所以第二年暑假 就是燕京一年级以后的暑假 就发愤图强 还是要去清华 拼命的 在这边的这个 那时候叫北平图书馆 您去了清华以后 比如说在老师这个阵营里面 有哪些您一提我们就能知道的人物 钱中书 但你们现在都知道钱中书 他教过我 而且他教的我很多 那个不但教 而且我的毕业论文是他 他是导师 四年级的毕业论文 他会不会特别苛刻 他说我的导师 相反他挺宽容的 他大概觉得我们这些人也就这样了 他要求并不特别苛刻 但是他说话很 他特别会讽刺人 是 所以你也是常常会战战兢兢的 那我听说 钱先生很快就去社科院了 杨将先生是在清华教书时间很长 不 他们俩人一块去的 一块去的 他在清华教的时间很短 而正好让我给赶上了 他们刚从国外回来 然后我那时候是三年级 夫妻两个人都教过你 都教过我 杨将教的那个英国小说 我们给他起外号 叫Young Lady 因为那时候他是Young Lady 这是老师阵营 那您的同学当中 有没有佼佼者 我们一听也知道 宗普 冯耀兰先生的女儿 宗普作家 他跟我是同班同学 而且是好朋友 一直到现在还是 不厉害 姿先生的爸爸是金融家 生了三个女儿 全这么杰出 不行 这个没有 真的 翻译上也很厉害 你们知道 《狼翘一梦》是谁翻译的吗 《狼翘一梦》不知道谁翻译的 《狼翘一梦》根本不算书的 就是为什么你们会不知道 之前认为那还用吹 那根本就不叫翻译 风靡当年 我买两本 一本送给别人了 好了 咱们已经了解 姿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们要向他学习 最主要是学习今天讲座的内容 今天讲座是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 是吧 对 好 欢迎 中西文化的碰撞该如何正确面对 物质发达 文化是否必然繁荣 思想是否必然活跃 普世价值之争究竟掩盖着什么问题 尊孔与废孔的讨论为何值得深思 资中云做客世纪大讲堂 讲述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 中国文化复兴这个问题 是个老掉牙的题目 为什么又重提这个话题呢 有两个新的背景 一个就是现在的物质飞速的发展 但是文化遇到了危机 全民道德滑坡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大家都在想 这个中国的文化到底是怎么了 我是有这样一个看法 就是物质的繁荣 不一定造成文化的昌盛 有的时候物质不太繁荣 但是思想非常活跃 文化很繁荣 这种情况也是在历史上经常有的 所以应该探讨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现在文化 为什么又这个问题又热门起来了呢 是因为我们社会现在面临一个转型期 我们一百多年来 社会老在转型 一直都在变革 每当到了一个关节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这个各派的思想都活跃起来 都在探索中国的前途到底怎么样 然后在这个思想活跃的过程里头 当然也提出了这个文化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近代中国说起来 总有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跟外来的文化的碰撞的问题 于是就产生 总是会产生两种取向 一种是保守的 就是说要坚持我们的这个传统 抵制外来的文化 一种是开放的 就是主张中国的文化要复兴 必须吸收外来的文化 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过去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因为中国弱 然后就反过来自省 到底我们问题出在哪儿 先是觉得气 气无层面的不如人家 船坚泡利不如人家 后来是声光化电要引进 后来是在到那个 郭松涛他们这批人出洋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是制度不如人家 他那时候开始已经承认 这个外国的这种制度 这个他比我们要优越 然后呢再反思过来呢 就到了文化层面了 文化层面就是跟那个思想 这个联系在一起 一直达到五四运动的时候 就是提出了这个新文化运动 但是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 现在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自以为非常强 说崛起的中国 而且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因为这个经济总量已经是 这个超过日本了 于是乎就觉得特别了不起 然后呢 现在看看好像那个欧美经济 发生经济危机了 好像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经济危机 那么所有这些了不起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是物质层面的 于是就开始感觉到 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文化还是老是引进的 于是就说我们的软实力要走出去 软实力 文化要走出去 就是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环境吧 就提出来 就是说中国的文 又提出来中国文化向何处去 而且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一轮的 所谓抵制西化的问题 就是又这个新的一轮的保守 这个思潮开始上升 所以就有这个所谓又开始尊孔了 又开始这个读经了 还有一些地方让小学生什么穿着这个 过去的那种服装 他们管他叫唐装 其实根本不是唐装 是清朝的服装 来这个被弟子归 三字经 忽然出现这样的现象 总而言之 在精神生活上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这个问题呢 是现在争论最大了 这个问题大家意见很不一致 我想针对几个问题 就是几个有争论的问题 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来 从语言到文化 从科学技术到生活方式 该如何正确看待 东方与西方的碰撞融合 普世价值的内容是什么 核心是什么 启蒙运动如何影响了 人类的思想观念 世纪大讲堂之 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正在播出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争论了有100年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个伪命 伪问题 为什么呢 首先不可能全盘西化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有这么多人 根深蒂固的各种各样的文化 你想想看十几亿老百姓 怎么可能忽然就跟外国人一样了 所有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各个方面都跟外国人一样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第二我们都说中国话 无论你怎么提倡学外文 现在这个提倡学外文 已经也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什么这个小学 那个幼儿园就开始这个 双语教学啊 什么这样的 但是归根结底 我们都得说中国话 那么还有一方面呢 我们实际上已经非常西化了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用的一切东西 所有的一切生活里头的 这个日常用品 以及生活方式 一切的都是外来的 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就算我们最后一个四大发明 最后一个发明是这个活字版印刷 老早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 这个现代的印刷术所取代了 那个那个活字版印刷 是在北宋年代发明的 是一千年以前 在那个之后 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过 足以影响整个生产力 或者是影响整个生活方式的 这个发明 但是中国仿造起来非常快 而且可以在那个技术层面上 你现成的就用过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个方面 我们西化的已经可以了 既然把那个物质层面的东西 都已经引进了 同时我们就不得不引进 他们的管理的方式 由管理的方式到生活方式 现在全部都变了 所以呢 这一方面 你要抵制也抵制不了 而且现在 你说在语言里头 我们都说的是中国话 但是你要是抵制任何外来的新名词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有一切 现在我们用的词 很多都是外来的 包括什么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这些主义 这个我们原来传统文字里没有 这个是从日本 这个翻译过来 然后我们再引进来 好多好多 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引进 这个有什么坏处呢 也没什么坏处 我们就这么说了 这个很现成 你还想不出来一个 比它更加生动的 更加简洁的这个词来形容它 那何必不用呢 所以你西化不西化这个问题 本来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谈不上文化侵略 说是不得了了 我们的洪花安全成了问题了 现在一切都已经西化了 我根本不认同 所谓文化侵略这一说 唯一的文化侵略 就是拿着武器 逼着你 非得要怎么样 那唯一的 我经历的唯一的就是 日本侵略的时候 他就逼着这个 他的伪教育局 就要改教科书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我的在天津上的 我上小学的校长 就是因为抵制 日本要他改 七七事变以后 日本要他改教科书 1938年 他不肯 后来就被暗杀了 这个才叫文化侵略 所以我不赞成 有什么文化侵略之说 但是有选择 就是假如你自己的文化修养 你的品位够高的话 你选择的这个外来的文化 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所有各个国家的文化 他都有精华 有糟粕 都有低俗的 有高雅的 所以呢 自己的这个文化教育水平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 对于本国的文化了解的越深 那么对于吸收外来的文化 就越容易取其净化 所以我老觉得 我老说我们不如那个 溃对先贤 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就是我指的是 我的老师辈的那一代人 再往上一代 像五四时代的这些个人 胡适啊 陈独秀啊 富斯年啊 鲁迅啊 什么这些人 不管他们后来的政治倾向怎样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第一 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精英教育 是浸透了的 因此 他们就能够知道这个弊病所在 要批判也批判在点上 这是第一 然后他们就知道 我们要吸收外来文化的话 要吸收它什么地方 所以最后他们达成一个共识 要吸收的是民主和科学 谁也没有他们对于中国文化 了解的那么深 这个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胡适不是提倡白话文吗 但是他从九 他在九岁就已经把这个四十五经 和所有的这个好多古书 都已经读遍了 他曾经用离骚体翻译 拜伦的埃希腊诗 这个非常漂亮 他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 然后他提倡这个白话文 这个起了文化复兴的作用 那个白话文运动 我觉得跟那个西方的这个文艺复兴 宗教革命 可以有可以一笔 怎么个一笔法呢 就是把那个精愿的文化 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精愿文化 这个能够普及到大众里头去 无论如何那些非常典雅的文言文 念起来是非常难的 我小时候在中学和中学基本上念的都是文言文 而且我还学过写那个四六篇体文 钻进去了之后也是很有兴趣的 每一句话都得找一个典故 然后对账什么这个那个 但是你要老钻在这个里头的话 思想是活跃不起来的 这个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都有时间来搞这 搞这些的到现在你要再叫我写这样的文章 我就不能表达我现在想想写的想想说的话了 你还得用白话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白话文的普及 跟那个欧洲的那个宗教革命和瘟疫复兴 有相同相通之处 就是把那个高头奖章 经验这个文化 普及到这个一般民众都能掌握 然后你就不能够随便欺骗人了 然后底下就是启蒙 就是启蒙了 启蒙运动 就是说你不能够 大家都有了文化以后 都知道 先从圣经开始 大家都念过圣经了 我认为那个圣经里头是这么 这个意思 是是那么说的 耶稣是那么说的 你就不能够再用拉丁文来骗我了 就是说因为我不懂拉丁文 所以你非得 你就断章取义 告诉我你非得这样 你非得那样 这个 这个我觉得 然后后来就开始启蒙的时候 就是要把宗教和世俗生活开 分开来 这个你只能管我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作为一种精神企图 不能够这个 就是所有的政治生活 以及这个社会各方面你都管 从这个层面说 当时的那个五次新文化运动 当然不仅仅是白化文运动 但是白化文运动的这个 影响之深远不可低估 再讲一下关于普世价值 这个 好像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价值 什么叫做普世价值 我们说的内容就是自由平等 人权 加上民主 有一位这个特别有名的明星说 中国人就不该有自由 中国人就应该被管着 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他自己不知道属于不属于 该被管的 就什么叫管 哪一个国家的人是不需要管的 不需要法律 不需要规范 谁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除非他认为自由就这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人性的天性 是不要自由的话 为什么各个国家不约而同的 都把这个监狱当作惩罚 是一种惩罚的手段 说明你剥夺人家的人身自由 这一点是最高的惩罚 说明人他的天性是要自由的 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然人之所以为人 跟动物不一样 人有思想 所以思想也是要自由的 思想自由跟言论自由 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需要你怎么想 你可以说出来 如果认为自由不是普世价值 我就觉得很奇怪 米勒 或者叫穆勒 我们翻成这个自由论 论自由 on liberty 那个严富是把它翻成群己权界论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权利 个人的权利 跟群 跟那个群众 跟社会的权利之间的这个界限 我觉得他这点 至少是得其精髓的 就是你个人的自由 你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 这是一个界限 所以有各种法律 这个规范 行为规范 那个礼貌 各方面 都是为了规范 大家追求你自由的权利的时候 你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 穆勒的这个论自由里头 有一条说得很清楚 他说 他先是说人 这个要有信仰自由 那么他是不可剥夺的 他是天赋的 你没办法剥夺他的 但是他有 他要自由了以后 有了信仰自由以后 他要说出来 所以他就要应该有言论自由 他有了言论自由以后 他又要传播 他希望他的想法 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 所以呢 就有这个出版自由 他要写东西 要发表的自由 完了之后呢 一些个不同样理念的人 希望在一起 能够这个联合起来 做成一件事情 这就有了结色的自由 所以他这个是一层一层来的 这个是按合乎逻辑的 但是他底下又加了一个限制词 他说 所有这些个自由 只是指的 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 比如说儿童 他还没有长成呢 他自己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就要被管 接着他又说 还有那些个不开化的野蛮民族 他还没成熟呢 所以呢 这个自由也不一定适合他们 那么这句话呢 作为一个英国人 在19世纪中叶 说出这样的话来 肯定是带有殖民主义思想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中国人就说了 我们中国人 这个素质太低 不能选举 文化水平太低 不能选举 这个我们中国人 是不适宜于有自由的 不适宜于有西方国家的人 那么样的自由的 这个话不是等于自贬吗 一方面又说 又是现在民族主义情绪 非常之高涨 这个一天到晚觉得 这个我们比外国人 怎么怎么强 怎么怎么强 但是又说我们中国人 是不配享有自由权利的 这个是非常矛盾的 所有这些个价值观里头 最基本的是自由 我认为 有了自由之后 就要要求平等 这个要求平等呢 我觉得平等这个要求啊 不是 不是从古就有的 这个价值观是随着 这个社会的发展 一步一步来的 我觉得跟市场经济的发展 跟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他生产力 要求解放 每一个劳动力 成为自由人 成为自由人以后 他就应该享受这些平等的权利 所以这个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人是必须要有平等的 这个所谓平等是指的权力的平等 不是指的财富的平等 那么如何保障 在一个国家里头 那么一个国家他必须 他就有政府 这个 如何来保障 这种平等的权利 那么用什么制度来保障 人们就发现 人们就发现到目前为止 是了各种各样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 被称为民主的制度 先笼统的说民主 其实他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是比较最适宜 最能够保障这种平等权利的 但是我必须 马上就要说 他并不是没有缺陷的 而且要不断的改进的 实际上这个在欧美这些 比较先实行这种民主制度的国家 他的制度也在不断的改进 而且不断的发现 他有缺陷 但是到无论如何 这种样的制度 比那个寡头政治 和这个专权 职权政治和专制政治 专制制度 要相对说来 要更加适宜于保障公民权利 你难道说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人的 我们国家就是不要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归根结底 不是文化问题 是制度问题 把明明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法律层面的问题 说成是文化 就是应该坦率一点 老实一点面对这些个问题 然后才能够讨论 这个玄而又玄的 把孔夫子抬出来 也起不了作用 春秋的百家争鸣 创造了怎样的哲学思想 魏晋的傲然风骨 呈现了怎样的民事风范 纵观中国历史 尊孔与废孔的争论 为何从未停止 世纪大讲堂之 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 正在播出 那么现在我在想讲一个问题 就是尊孔和非孔的问题 有一个现象 从历史上看 很有意思的 就是原来在那个春秋战国时候 春秋的时候 特别是 这个百家争鸣的时候 根本就不存在尊孔或者非孔 大家都争了 都是平等的 所以它才造成了 中国这么繁荣 这么丰富多彩的 这个哲学思想 可以跟那个古希腊相比美 而且时间正好差不多相同 而且我们现在老说 我们五千年的 辉煌的文明 其实吃老本 就吃那个春秋时期的那百家 到现在还是最丰富 这个伯大今生 到汉武帝的时候 定于一尊了 然后孔就是儒家的学说 或者是孔子被抬到非常高的地步了 一定于一尊以后 你思想就不活跃了 其他的出百家都把它贬下去了 就是只有这个一家 定于一尊以后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把这个孔子的学说 就给歪去了 凡是哪一个学说变成了显学 变成是最官方官学的话 这个学说就倒霉了 他就要被歪曲利用 就要被断章取义 要这个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了 所以历代的这个帝王尊孔 实际上这个并不发扬儒学 把那个儒学就僵化起来 或者是说弄得面目全非 儒家的学说从孔子到孟子 然后又派生出荀子 然后其后来各家在那儿 这个就是研究发展 或者是这个批判都可以 是很丰富的一个学说 但是孔子这个形象 这个符号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利用 就没起好作用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一族统治的时候 特别尊孔 元朝是对汉族的知识分子 扁的低的不得了 叫做九 把人不是分成十等 九儒十败 最第一等是要犯的 那么倒数第二等是这个儒 是读书人 这就是所以臭老九 他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么他把读书人扁到这么低 可是他把孔子捧得特别高 就是孔子那个大成至圣 文宣王 是那个时候 就是元朝给他封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呢 就到清朝 清朝那个康熙是 这个最尊孔的 那个康熙亲自到孔庙 祭孔 有好多次 或者是派人去祭孔 而且把他捧得非常高 然后有一个费 我背不下来一个非常非常长的 这个头衔 是清朝给孔子的 然后这个是康熙亲自提自 这个万事事表 为什么一族统治中国的时候 这个要那么样的尊孔 我这个问题我觉得 可以大家来这个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很奇怪的事情 太平洋战争之后 英国也变成是跟日本的交战国了 所以从41年以后 日本的势力就进入了租界 然后我们的学校呢 也受影响了 但是日本的伪教育局 来改我们的教科书的时候 他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把我们的公民课 改成了修身课 我民国教育里头是有公民课的 公民课就是要教育培养现代的公民 小学的时候开始学的公民课 是讲功德 包括不随地土壇 不闯红灯之类的 高年级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讲 少数服从多数啊 这个应该怎么选举啊 都是讲这些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教科书里头呢 就是那种五四时代的那些人的文章 像胡施啊 鲁勋啊什么 这些选的挺多的 到了日本人来的时候 他把公民教育变成了修身 修身是什么 修身课里头讲的是什么 讲的中国古代的中校结义的故事 儿子怎么孝顺呢 这个老来子啊 于青啊 什么这些东西 有好多 这个 当然他不会选这个文天祥什么之类的 这肯定不会 他另外再加每个礼拜有一堂经训 念就是高小一念孝经 高小二念论语 初中一念孟子 初中二念诗经 就这么念下去 这个当然都是选读了 这一堂课不可能念好多 但是为什么这个侵略者来了之后 要叫我们多念这些东西 但是他把那个教科书里头的那些 现代文学大大的这个取消了 所以这个情况就很值得 很值得深思 我到现在也没想到特别明白 说是让你多念一点传统的东西 会使得你不想抗战 这也有这可能性 就是说就是鲁迅说的 人要念古书念多了 人就沉下去 这个念念那个阳书念多了 人就奋发起来 他这是鲁迅说的 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弄得都跟小老头似的 这个摇头摆耳的 所以我现在看见 说是让那些小学生 穿着那种衣服被弟子归 我就觉得这实在太背道而驰了 所以我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考虑 还有一个就是大凡在思想特别活跃的时候 这个文化繁荣的时候 常常出现非孔的思想 你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魏晋南北朝的那一批人 我是小时候特别喜欢那批人 所以受他们的这个影响很大的 就是说特立独行 这个非常之洒脱 爱干什么 但是常常挺怪的 就是同时他们是非孔 你看从西汉开始顿 把那个孔子定为一尊 实际上老实讲 那个时候还到东汉 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才这个不到四百年 三百多年吧 可能孔子的那个地位 还没有这么样子的这个根深蒂固 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 佛教就传进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到了东汉以后 魏晋南北朝很多人就信佛了 还有一些人是主要是道家的 还有好多人就特立独行 就是提出各种这个 还有一些非孔的言论 但是这个时候 我世道非常乱 但是文化非常繁荣 并且 我觉得那时候的知识分子 士大夫 找出了一条 这个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的道路 就是隐居 就是离开这个官场 这个倒是我从小就知道 就是不为五斗迷折腰这个陶渊明 就有这样一种精神 这个是也是支撑了中国 一方面是仕途是唯一的道路 非得做官不可 但是也有一条道路 就是你想保存你自己的独立人格的时候 你可以离开官场 这个就是这个魏晋的这个精神 魏晋士大夫的精神是提出了道路来 还有到了晚宁的时候 也产生非孔的思想 像李志啊什么这些人 李卓武 这个他的那个一些个著作里头 对非孔是相当厉害的 然后后来呢 到那个晚清 那个所以说打倒孔家殿 其实他没说打倒 他就说那个一个人不是胡适 胡适说无余这个人 只手打孔家殿 他是说他这样 那么这孔家殿并不是说 完全否定 他们也没有好好说系统的 说整个的儒学都是要不得的 而是说这孔家殿是 作为一个礼教的这个 一个所在地 就是说那个时候 那些非常顽固的旧礼教 这个限制了人们 去放开思想考虑问题 这个也不能说 那个也不能想 这个也违反这个圣人之道 最重要的那个时候 那个像八经写的家春秋 为什么这个 他的影响这么大呢 因为他当时确实反映了 最普遍的现实 那个时候的大家族就是这个样的 是在这种背景下 达到孔家殿 所以我说很奇怪的 很有两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把孔子作为一种工具 连一族统治的时候 为了这个统治和笼络 中国的汉族的读书人 要抬出孔子来 这个在抵制一切新的思想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想要解放的时候 就要非空 我再次声明 我不是说 儒家的思想一无可取 不是指的这个 而且我觉得假如说 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回到春秋的百家去 不能 现在就说传统文化就是儒家 这个不能这么说 不能说 由于历代的帝王利用了儒家 你就认定了 因为几千年来 我们都是以儒立国的 所以我儒家就是 只能是这一家是代表我们的传统 这个是不对的 但你就是说 我们永远是在应该认同 这个皇权专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 我只能说 孔子这个符号 被这个皇权专制几千年所利用的 所以我对现在的这个尊孔 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现在有人就说 我们的低速文化之所以泛滥 是由于市场的缘故 市场化的缘故 这个我觉得是不对 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的缘故 市场化的缘故 这个我觉得是不对 你要是真的是市场化就不会这样 也不能够说是由于外来文化的缘故 我们那些个什么二人转之类的 绝对不是外来文化 把这种低速文化当作是传统文化的 本土的传统文化的代表 堂尔皇之的搞那个非常豪华的会馆 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的堕落 而这个堕落跟外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相反的就是为了抵制西化 把这些个非常低俗的东西拿出来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文化的危机 所以要讲文化的复兴 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 并且真的是对于那个深刻的 严肃的高雅的东西要予以支持 能够得到一个发展的空间 这样才能够这个真的达到这个文化复兴的目标 我先讲到这 文化如何在交流中发展 经典该怎样学习和研究 如何培养公民的道德规范 怎样坚守人生的道德底线 世纪大讲堂之 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正在播出 81岁高龄 讲了那么长时间 回答问题的时候 当然是为了舒展一下 活动活动 也是尊敬大家 站着回答大家问题 有什么问题赶快问 您认为孔子学院 对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 推进意义大猛 得到的成效是否与投入成正比 就是这个问题 我是否定的 您是否定的 因为我觉得并不是说不能够搞一些 不管名字叫什么的学院互相交流 但是这样大规模 我听说投入好几亿 那太不成正比了 到外头去 其实人家愿意学中文的话 应该他出学费 我们教他 我们去送学上门 还出那么多钱 真的能够做多少工作 这个里头 我觉得是投入和产出 确实不成比 为了振兴中国文化的话 应该首先在国内多培养一点 这个高水平的中文教师 或者是在学校里头 加强这个中文教学 现在的中文 我觉得还是很不好 那个很糟糕的 谢谢老师 来 四老师您好 那么我想问您 就是说 那么中国现代形成了 怎么样的文化 这个是无形的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就是 还应该进一步 这个开放 应该是 就是不加人为的禁锢的 这个而用这个比较 比如说很多老师们 做这方面工作的 应该有一定的引导 向着这个健康的 开放的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 中国传统里头的精华 发掘出来 跟这个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融合起来 这个老笼统的说西方 是现在脑子里头想的 还是政治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要美国的 这个什么什么 然后说美国要强加愚人 什么什么 然后说这个 欧洲怎么样 说来说去是这个 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讲不通的 这个老早中国 汉族的文化 没有一个是成而又成的 我不是研究这个文化思想史的 但是我听过一次 那个葛昭光系的讲话 他是研究这个中国思想史的 他说中国实际上 人们认为中国是过去是封闭的 只有那个鸦片战灯的时候 才是打开的 而实际上封闭的时间 比开放的时间少 一直都是开放的 只不过是向开放的程度和那个多远就是了 所以中国的文化才能够这个就是一直发展到现在 要是一直都是封闭的 一点都没有开放过的话 早就没了 早就萎缩掉了 那么那个时候的开放 就是比如 就是汉族的文化 像少数民族 像现在我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开放 像西域开放 这个一直都是有的 比如你要去那个甘肃墨高库 看一看那个里头的那些壁画 那些壁画 我觉得跟土耳其的非常像 就连蓝色都是那个土耳其标准的蓝色 我在土耳其看到的 就是说那个时候 那中亚的文化 老早就已经传到中国来了 真正的文化 老早就在融合中 在不断的融合中 我想结合您刚才讲的 第一是胡适 他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 以及现在的小学生培养的时候 这个对弟子规 三字经这些的学习 是不是这个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接触的知识 都是西方的一些信息 我想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这样的培养方式呢 对这些学生以后的 这个融合中心 博古通经有一定的作用呢 我们现在小学教科书里头没这个吧 所以现在并不是说 小学生正在这个 就是正式的小学教育里头有这个 我是说现在有些人为了弘扬 这个所谓的弘扬传统文化 把人把小学生弄出来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教科书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是不赞成 把弟子规这些东西 让现在的小孩来背的 我赞成现在的学生要多念一点 经典的东西 不管是四书五经里头的选读也好 不管是这个唐诗诵词也好 不管是这个秦汉文章也好 都应该读 就是说把这些个优秀的东西 典雅的东西来熏陶一下 但是我不赞成 就是为了为了一种价值观所谓的 就培养从小就培养这种东西 什么校替中心这一套东西来来搞 这个我觉得是首先是没必要 第二是无效 你跟他现在的社会 他每天碰到的事情相差太远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急需的 从小培养的是怎么样做一个好公民 这个是最重要的 现代的道德的规范 现在是最重要的是这个 而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人 他的私德还可以 但是他的功德非常非常差 而中国恰好就是缺乏这个东西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您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在这个文化复兴当中 他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您 所谓知识分子 不会就是多读了一些书 就这么一回事 就是比别人幸运 有机会多读一些书 同时他的职业 又是在做那个学术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觉得既然你进入了 这个所谓知识圈 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就 我想就是老老实实的 这个做你的凭良心做事 你比如说啊 我就想举个例子 你要是做你的专业 想做的比较好 你千万别剽窃 别做这些 现在这个在高级学者里头 也是剽窃成风 所以这个你起码得得守住 要守住一些底线 这不好守住 他不剽窃 完成不了本年度的学术 发表论文的任务 欺骗在核心期刊上 对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说 当然 他问 他问的是知识分子本人 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政策 基本上常常是逼良为常 就是说你想好好干的时候 你总是得不到好 然后你要投机取脚 斜门歪道的话 你倒容易得到好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他现在问 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能够守住就更加不容易吧 但是起码 我想还是有很多人不剽窃的 我想不剽窃的人 还是多于剽窃的人 不剽窃就跟我一样 现在还是副教授 那就是说你甘当副教授 也不要剽窃 我想知识分子应该守的就是这个 千百年来 假如说传统文化里头 最优秀的东西 就是孟子那三句话 就是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要做到这一点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你要碰到坎的时候 碰到你 如果你这样 你还是那样的时候 就得想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不需要 不需要碰到这些看 你还是可以很顺利的 既不剽窃又凭教授 这可能性也还是存在的 在不同的领域里头 但是你要碰到 你非得要剽窃 你才能凭教授 那你就宁可别当 你就当个副教授 也不至于饿死 谢谢 时间很珍贵 一下就过去了 我个人对资先生的一个 讲演的感受是什么呢 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这个问题上 与其重复去尊恐读经 还不如重新再开设公兵课 这是我的感受 不知道您怎么想 对 就是这意思 好了 峰会是世纪大讲堂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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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